好啦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件 這是台灣辦的蘭可兒的孫子 在十六年前 中華社頭有一個太太 跟王妻王妻之後 帶到四歲的女兒離家出走 她到原來一棟大樓 在電腿裡面 把外套放掉 也把女兒的鞋子放掉 移下去 走出電腿 中處以後 兩母子就失蹤了 到年 已經失蹤十六年了 要找不到人 這個案件最重要的關係人 就是這個太太的王妻 去年底 你在自己站在最悶樓 在修理到水桃的時候來嚇死 粗暴煙破 可能是喝酒水 發生到意外 真剛好的是 蘭可兒這個女兒 最後也是讓她發現 你的水桃堵水失望 這情侯兩個腳合 也讓這家已經 點證到十六年的失蹤案 再度應快就討論 日共空半年 中華社頭這位生路的婦人人 感謝這婉嫁後 歐洲駕駛 在同時只有四歲的女兒 來到婉林這棟大樓坐電腿 同時電腿真有樓 這個婦人人 先將自己的紅色外套放掉 還有一位女兒的鞋子放掉了 電腿問一個開桌 一位女兒走出去 消失在女兒頭前 很多十六年 基本當時 從大樓超過一遍 還有看水桃都沒有發現 清早燭火也沒找到 這位母女兒在電腿來寄給的行為 到二宮一三年 在美國六三基 人口的案件 相同 煩惱 當然是煩惱 怎麼沒煩惱 跟你他心想我頭 脫掉 怎麼會沒煩惱 母女兒市中出來的人 也剛才整個電視找過的人 母女兒這個小小的紅色 由那個時候開始就每天喝酒 對母女兒市中的事都在不在關心 在那裡收到老公的水河 吹下一個當中 誰不求 先生沒有辦法去跟他做有效的溝通 精神比較不濟 我們講東他會回答西 所以就是精神比較防護 男客失蹤最好也是在飯店的水塔 來發現 這個富士郎老闆 是你水塔的事實到胸 都是跟水塔有關係比較合 也讓這件失蹤案 有更引起討論 像隨著這個母親 下落不平已經十六年 最重要的關係人 他這個生死也已經意外失望 這件離奇的失蹤案 竟然可以我都沒辦法破案